嘿,朋友们,抓紧你的好运帽子,因为接下来的消息会让你兴奋地跳起来。 未来十天,这几个生肖的运势简直要逆天了,他们得到了佛祖的特别眷顾,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,都像是找到了通芒宝藏的密道一样,钱财滚滚而来。 那么,究竟是哪几个生肖这么幸运呢?他们的运势又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?接下来的十天里,这几个生肖将会在事业上迎来突破性的进展,健康上得到守护神的庇护,爱情方面更是甜如蜜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。 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生肖牛,对于生肖牛的朋友来说,这段时间里,你们的事业运简直是开了挂,在职场上,你们的智慧和勤奋将得到上司的认可,可能会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哦。 但记得,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,所以,把握好每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,不要害羞,健康方面,可能会有些小疲劳,毕竟工作忙碌嘛。 但是只要合理安排时间,保证充足的休息,一切都不是问题。 至于爱情,单身的牛牛们,你们的桃花运也很不错哦,多参加社交活动,说不定就能遇到心动的他。 生肖马,来说说生肖马的朋友们,你们的财运简直是要飞起,这段时间内,不管是投资理财,还是小额抽奖,都有望获得不错的回报。 但是,切记不要贪心,见好就收拾王道,事业上,你们的创意和热情会得到同事的支持,团队合作的项目可能会取得巨大成功。 健康上,马儿们要注意劳逸结合,适量运动能够让你们保持活力。 爱情方面,有伴的马儿们,是手给你们的关系加点调料了,安排一次浪漫的约会吧。 生肖猪,咱们的生肖猪朋友们,你们的运势也是杠杠的。 事业上,你们的努力和诚实将赢得客户的信任,业绩自然水涨船高。 记得,保持你们的热情和专业,这将是你们成功的钥匙。 健康方面,注意饮食均衡,小心不要因为应酬过多而影响身体健康。 爱情上,这段时间是培养感情的好时机,不妨多花点时间和伴侣在一起,增进彼此的了解和感情。 那么,面对这样的好运,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和利用呢? 首先,保持积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,相信自己能够抓住机遇,并且为之努力。 其次,制定计划并坚持执行,不管是事业上的提升还是财务上的规划,都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。 最后,不要忽视身边的人和事,好运不仅仅是个人的,与家人,朋友和同事分享你的快乐和成就,会让你的运势更加稳固。 生效狗,生效狗的朋友们,在接下来的十天里,你们的事业运也将有所提升,你们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将会得到领导的认可,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项目会交给你们负责。 同时,这也给你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,只要你们能够把握好机会,相信一定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。 健康方面,你们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。 避免过度劳累,爱情方面,有伴的狗狗们可以多花些时间陪伴伴侣,增进感情。 而单身的狗狗们也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活动,增加认识异性的机会,生效兔。 生效兔的朋友们,在未来的十天里,你们的财运也将有所提升,你们的精明和敏感,使得你们在投资理财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,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。 同时,你们的事业运和健康运也都不错,事业上,你们的创新能力和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将会得到同事和领导的赞赏。 健康方面,你们需要注意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。 避免过度劳累,爱情方面,有伴的兔子们可以多花些时间陪伴伴侣,增进感情。 而单身的兔子们也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活动,增加认识异性的机会,生效龙。 生效龙的朋友们,在接下来的十天里,你们的运势也是相当不错的,你们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将有所提升,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,或者是生之加薪的好运。 同时,你们的健康运也不错,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身体健康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 爱情方面,有伴的龙龙们可以多花些时间陪伴伴侣,增进感情,而单身的龙龙们也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活动,增加认识异性的机会。 生效龙,生效龙的朋友们,在未来十天里,你们的运势也是相当不错的,你们的事业运和财运都将有所提升,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,或者是生之加薪的好运。 同时,你们的健康运也不错,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身体健康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 爱情方面,有伴的龙龙们可以多花些时间陪伴伴侣,增进感情,而单身的龙龙们也可以通过参加社交活动增加认识异性的机会。 面对这样的好运,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和利用呢? 首先,保持积极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,相信自己能够抓住机遇,并且为之努力。 其次,制定计划并坚持执行,不管是事业上的提升,还是财务上的规划,都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。 最后,不要忽视身边的人和事,好运不仅仅是个人的与家人。 朋友和同事分享你的快乐和成就,会让你的运势更加稳固。 总的来说,这几大幸运生效在未来的十天里将迎来运势的高涨期,但运势只是生活的一部分,真正决定我们生活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。 无论运势如何,我们都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努力的精神,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,无论是家人,朋友还是同事,他们都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我们应该用心去关心和照顾他们,与他们分享快乐和悲伤,共同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 此外,我们还需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,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和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,只有当我们真正懂得感恩时,才能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并更加努力地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愿这三大幸运生效的朋友们能够继续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努力的精神,去迎接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加辉煌的未来。 同时,也愿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珍惜生活,感恩生活,创造生活,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,综上所述,生效运势虽然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和可预测性,但真正决定我们生活的还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和行为,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,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,同时也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。 用心去经营和维护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活出自己的价值和意义,成为自己生命中的主角和创造者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愿我们都能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生活,去拥抱每一个挑战和机遇,无论运势如何,我们都应该保持自信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 因为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里,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。 好了,朋友们,未来十天的好运已经在路上了,对于这三大幸运生效来说。 这是一个黄金时期,不过,好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 所以,不管你是不是这三个生效之一,都要准备好迎接每一天的挑战和机遇,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十天的美好时光吧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 咱们下期五分红。 第二 elle是一个缘分红 嘅是这个部分。